中心A20配置了前置3200万的摄像头 要让它悄悄地从屏幕前方消失 无疑是需要一些真功夫 我们这个前置摄像头隐藏在屏幕的下方 这块区域在整个屏幕的占比仅为千分之二 要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中 既实现拍照又完成显示 需要做大量精致细密的工作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到微观世界 来观察一下这里隐藏的秘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屏体的结构 剖开来看屏幕可以分成七层 盖板玻璃 天光片 封装玻璃 音疾 OLED 阵列和基板玻璃 大家关注一下音疾 OLED 阵列 这三块会是我们后面要重点改造的地方 中心120在屏下摄像区选用了超高透微米级的新材料 并对磨层结构做了增透处理 最大限度增加了屏体的透明度 同时抑制了光学的演射 在不影响显示性能的前提下 我们还开发了可以用于量产的透明度更高的OLED器件 这样外界的环境光就可以顺利的通过屏幕传递到摄像模组 提供拍照所需要的足够光线 在屏下技术的早期方案中 前摄区域和常规的显示区域需要使用不同的芯片来驱动 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结构工艺特别复杂 同步驱动显示难度很大 基本上没有量产的可行性 在我们的屏下摄像技术方案的研发过程中 我们开发了一块独立驱动的屏显芯片 进行整体驱动 很好的解决了不同区域间显示同步的问题 实现了量产的可行性 说完了这个材料和芯片 我们来看一看电路和像素 在驱动电路方面 屏下摄像区域采用了业内首创的高级层 极简电路设计 使用了精密的小型化器械 最大限度的提升了平起的透明度 并抑制了金属线路的光学演射现象 规避了对摄像头拍照的干扰 我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 驱动线路集中在屏下摄像区的边缘 这一块的线路排幕 线宽 线距和形状都是有着特别的考量 我们要使得这两个区域的过渡更加自然 我们再来看一看屏下摄像区的像素 我们独创了自然的像素排列 这一块的像素排幕 尺寸和常规显示区域是不同的 在前期技术的眼睛过程中 我们尝试了上百种的排列和眼镜 因为每一种排列组合 都会对显示和拍照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选择了最优的一种 那么打个比方来说 形象一点来看 我们的常规显示区就是大部队 而屏下摄像区是我们的特种部队 前面所说的独立的驱动屏显芯片 是我们的部队的指挥官 它会下达要么显示 要么拍照的指令 给到我们的驱动电路 我们的驱动电路呢 作为这个部队的教官 会把相应的指令同步到我们的像素站式上 这些像素站式最后在屏下摄像区的屏幕 在不拍照时正常显示 拍照时保持透明 说完了硬件 我们再来看一看软件 三重前摄零透算法 这是显示和拍照效果提升的关键武器 摄像头隐藏在屏下 光线即使能够穿过透明的屏幕 但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那么为了保障前摄拍照的用户体验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尝试 自主研发了独有的三重前摄零透算法 通过智能调节机制 对暗光 亮光 眩光进行了场景优化 智能调整动态范围 让暗部有细节 防止亮部过曝 改善了眩光干扰 提高不同光线下的照片拍摄质量 同时我们还利用了图像增强 智能区物化的算法 大幅度提升了成像的清晰度和通透度 就是通过这样不断的探索和优化 持续的协同创新 最终才令这款屏下摄像手机得以诞生 那么我们小结一下 中芯天机X20五大屏下摄像的秘密 第一 材料 超高透微米级新材料 第二 芯片 独立驱动频显芯片 第三 电路 高级层极简电路设计 第四 独创的自然像素排列 以及最后的三重前摄零透算法 这是一款真正实现全面屏的手机 第四 独创的自然像素排列 第四 独创的自然像素排列